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台 monitor 8 吋的外出型的 攜帶型的外出 monitor 怎麼講外出法呢 就是它的背後可以有這個 DC 的接頭4PIN 的 DC 電源 可以讓這部 monitor 在外就可以利用電池 或者是 PACO 任何 DC 的輸入的電源給它 它就可以在外面工作 另外呢,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電池可以後掛 那我們在這後面也掛了一個 V-Lock 的介面板 所謂的原始的就是這個 Anthom Power 的介面的一個電池供應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Anthom Power 的電源又可以換成 V-Lock 的介面 所以我們就會把這個 V-Lock 裝上去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V-Lock 的電池 就可以在外面利用 V-Lock 的電池 跟 Anthom Power 的電池跟 DC 的電源 就可以從外面就可以輸入給它使用 我們可以看到另外有三個電腦的 D-Type 的接頭 D-Sub 的接頭這個就是 VF 一個是 GPI 一個是 RS-232C VF 就是從我們攝影機可以有從 VF 的訊號給它到直接接上來 就不需要透過佔用你這邊的方式 那它可以直接從這邊就可以顯示了 那另外呢你可以用選擇的開關按進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跳 SDI 或者是 Component 或射差 或 Composite 都可以 那 GPI 跟 RS-232 就是由外部的控制系統來去控制這 這部 Monitor 比如說 Tally 啦 或者是要控制它的選項啦 或者是要控制它的任何的設定值 就可以利用 RS-232 的線 就可以去控制它 要有特定的軟體 各位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有 Chroma Brightness 還有 Bright Light Blight 跟 Contrast 還有這個 Face 這四顆旋鈕有六個功能 它怎麼六個功能呢? Picking Picking 就是在我們對焦的時候 我們當作它是一部 Viewfinder 的時候 就是觀景器的時候 我們要調到物體的邊 就是要調 Picking 的 Face 是讓我們調整畫面的顏色的相位 Chroma 是讓我們調整顏色的濃度 Brightness 就是這個是亮度 亮度的控制 Contrast 就是黑白的對比 黑白的對比 還有一個叫 B-Light B-Light 就是它的背光的亮度 LCD 可以讓它開強度 讓它更明亮一點 經過這幾個控制 它都有預設值 怎麼預設值法呢? 我按上去以後 數據就會跑出來了 這個Picking 只要動到的話 它現在是綠色的字母 當我們動到了這些數值的時候 我們再去關掉它的時候 這顆燈就會亮起來 所以我們只要每一個東西都有動到的話 它就一定會全部都是亮紅燈的狀態 好 那我們要怎麼回覆 這部 Monitor 的預設值呢? 就把它調到綠色的燈號 綠色的字母 綠色的數字 有固定的綠色的數字 它就可以去回到預設值了 OK 當我們全部調回預設值很容易的時候 燈號不再顯示的時候 就表示我們已經回到預設值的狀態 那這些就可以讓你去修正 Monitor 的特性 可以對比射差 還有一個亮度 顏色 相位 各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Monitor 有些什麼樣的功能 我們直接按 二號功能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威風 在我們的右下角 這個威風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色階 跟它的亮度 所謂的亮度呢 這裡是100的亮度 所以我們的 四波圖 圖形不會超過100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Monitor 可以看到 我們攝影機的光圈控的好不好的話 就可以從這邊來去控制 就是不要讓它超過100的這條線 所以有了這個東西 可以讓這個Monitor 當作有帶威風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光線不會Over 所以我們可以 即時的控光圈 讓這個畫面會變得更美好 各位 當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有什麼Monitor的特性的功能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做一個特別的介紹 就是我們現在的畫面 是在Room進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的Focus 我們的焦距 有多麼準確的話 我也沒辦法去肯定的話 但是它有一個輔助的功能 就是把這個3號打開 3號打開的時候 它有一個Focus in Read的功能 所謂的Focus in Read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焦的狀態下 在一直沒有焦的狀態下 到到你有焦的時候 這整個的邊緣 會有一個紅色的線條 這個就是Focus in Read 對於你輔助對焦的功能 所以我們沒有焦 它就不會有紅色的線條 當我們對到焦的時候 就會有紅色的線條 所以這會很精準的讓我們去做一個 對焦的輔助功能 各位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把這個液晶 Monitor 裝到這個防護箱裡面 不外乎 你防護箱的作用就是 你在外出的時候會經過碰撞 或者是有淹水的顧慮 所以我們就把Monitor 用這個箱子 可以很安全的防護在裡面 它是利用Pelican 1200的 型號的這個箱子 去安裝這個Monitor 剛剛好 因為Monitor屬於玻璃型的 它會刺破、摔破 或者是震破 那我們就用這個Pelican的箱子呢 能夠保護它的安全 碰撞、防護 還有一個淹水的防護 就是氣密箱 它就可以防護大水的淹石 我們可以把它合起來 然後把它蓋起來 OK 這樣子出去外拍 我們就很方便了 所以在戶外工作的時候 有了這個箱子 裝了這個Monitor 就萬無一失了